北京修改香港选举之后的第一场爱国选举在19号正式登场了 而这场被外界戏称为比小圈子更小的选举秀 只有不到4800名的合格选民去参与投票 占了香港总人口的0.06% 但当局却出动了将近6000名的警力来维持秩序 等于警察人数比起选民跟候选人加总还要来得多 另外也因为所有不被当局所喜欢的候选人以及选民都被剔除 所以总投票率达到了9成 而实际上如果把选民数量跟席次平均下来 会发现其实每位候选人只要13票就可以当选了 还有候选人是因为票数相同干脆抽签来决定谁当选 而这么荒腔走板的投票也难怪都已经出走的香港视觉艺术家会忍不住感叹 说香港正在进入一个没有法律没有秩序的全新阶段 警察警察还是警察 将近6000名警力周日在香港五个投票站全面部署来迎接北京强制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第一场爱国选举 但此同时全港700多万人口却只有不到4900名港人属于合格选民可以参与投票 因此形成警察比选民还多的罕见景象 至于这次投票的目的是要从412名不同界别的合格候选人中 选出364人担任特首选举委员会委员 这些当选者不但将与其他1100多名不必经过投票就取得特首选委身份者 在今年12月互相推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 还将在明年3月从北京认可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香港新特首 早前大陆副总理韩正接见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时 以责令林郑月娥必须全力办好这三场爱国选举 此次特首选举委员会中因为不被当局认可者都已经被踢除 无法参选 所以只有48个人落选 部分组别甚至因为候选人得票数相同 只能透过抽签决定当选与否 整体投票率近9成 部分组别投票率更达百分之百 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直呼 高投票率反映选举高度代表性 在实际上的情况却是一般港人 连排队想进投票站投票都不行 甚至这次选举中仅有两名合格候选人不具备建制派身份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派人士想要发声更不可能 因此尽管港人希望这些当选人能够帮助港人反映他们的需求改进香港社会 但在当前的爱国选举下所有当选人的第一优先都是对北京与港府的效忠 港人诉求能否达成尚属未知 但此次选举却明显连点票效率都欠缺 整场投票仅有4830多张选票 港府却在电子点票系统协助下 花费长达14个小时 从周日傍晚6点开始直到周一上午8点多才完成点票 并公布选举结果 当局虽然对此致歉 却声称问题出在电脑卡纸 当外界质疑十几个小时实在太久 官员竟要求对方回家看电视重播的解释 港府与北京除了透过爱国选举 在政治上封杀民主与异议声音之外 在社会运动上也全力扫荡民主力量 香港民主派工会联盟职工盟 周日宣告在当前情势下已经没有生存空间 再加上不少成员面临人身安全威胁 因此启动解散程序 下月3日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解散 这是继香港教协民政与支联会后 再一个民主派团体宣告解散 而过去曾经多次声援民主抗争的香港本土派学生组织 贤学思政 其召集人等三名学生周一一大早突然遭港警国安处人员 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 面对香港政治上全面爱国 民主与本土派等不受当局认可 被迫从社会生活中连根拔起等情况 尽管仍有少数港人勇敢表达诉求 早前已宣告离开香港的视觉艺术家黄国才忍不住感叹 TVBS新闻综合报导